反贪会在抓获一条大鱼 一名政府关联公司的首席执行员 今天中午在吉隆坡住家被当局逮捕 这名官员拥有拿督头衔 根据反贪会的消息称 在2013到2015年期间 这家关联公司参与了非洲某个国家的电子护照计划 但嫌犯却滥用权力向外国公司索取贿赂 这名官员现年58岁 除了他之外 关联公司内一名36岁的国际销售经理 也已经被捕 而在击打涉嫌向承包商索会的高级助理工程师 昨天被捕后 今天被反贪会带上法庭申请延长扣留 56岁的嫌犯涉嫌从2012年起 就当地的道路维修和提升工程 向7名承包商索会 以换取他把工程颁给对方 涉探金额预计高达65万令吉 法庭批准反贪会延扣嫌犯7天做进一步调查 反贪会已经向12人录取口供 当中包括嫌犯的妻子 同僚和7名承包商 另外在不成法庭 反贪会今天也押送一名涉嫌贪污的 农业与农机工业部助理执法官 前往申请延长扣留 57岁的嫌犯穿着橙色球服 全程低头并用手遮脸躲避媒体镜头 他是在农业部负责稻米监控组 他涉嫌滥用权利向稻米批发商索取贿赂 来交换批准批发商申请统治米补贴 涉探金额达46万8千令吉 反贪会是在昨天到嫌犯的办公室逮捕他 并在保险箱搜出超过1万令吉现金 而嫌犯的车后箱也被发现藏有超过5万令吉 不成法庭最终批准反贪会 延扣嫌犯6天直到这个月26号 NTV7综合报道